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好我們就要繼續玩我們的天秤劫運了 那我們的第2期都要開放了 大師太平王 然後劍鋒派這邊我們先回一個牢房 要拿個東西 這個吧 等等我想一下 彈刀 應該是給他吧 是 要還他 可是還他有差嗎 好我們這時候再回去飛白派 然後飛白派那邊 有一個支線 好 對吧 好 哦怎麼你回來啊 好 走吧 那我們 這邊還有人 沒什麼道具了 這邊還有路喔 沒東西好走 基本上我大部分任務應該都做差不多了 還有行諾梅那邊跟 神機倒 應該就沒了 然後後面就可以進行主線了 然後現在都是在結支線的部分 然後 因為我要去飛白派的話 就要拿長魔劍法 GO 然後等等再去八法門 咱們真的有些心事 那又要表現出一副沒事的模樣 應該是那邊是這種事情吧 畢竟掌門帶他如親指 他就是模擬教的那一 導臥連尾 在下才說風 又是求一件掌門 欸別麻煩我今天掌門就走 好 然後 先去找白仙對不對 好 先找白仙 好 好 好 這個 讓你уса 我們 Reading 看一下 好 好 就可惜不是女的 但也不是女雷星 除了要我看得上眼 还要看我当天的心情 找我们的小蜜就好了 这边都没什么对话 好 OK 长木剑法要给谁啊 找那个美女给他画的话 是学最先剑学的第七跟第八四 然后长木剑法要去扒法门 好了解 这还久了 我们先跟这些NPC聊聊天 零块 帅 西 好了好了 要等你们打完 好 我们去找掌门吧 飞白派掌门到 好 我这条命都会你才保住 再说就没有人如此大力 岂不是把捡回的阳朔又折给地府了 小子 小子们 还不跟后面去取集谈好久 百桌好菜 好生躺在柴术风大侠 就没有不会到外面玩去 不成 这限酒令真是正正经经的地的字句 帐门 您可是签了字 一个月份的直记十三九 一滴也不能多 要说解释你们才明白 那不是我签 是中院他制作主张 擅自烦躁了我的自己 中院不在了 就算是那张POSE又如何 还是你们打算带慢我的救命恩呢 这 在这 我就 走 放在这 当中 今天起见利能在意的是 看一下哦 大厅等候 得知恋重渊 限久綠 當時我發現他這項才能挖大寶 百姓幾乎是全權授權界終於處理非白派失誤 原來如此 關於院中院 多嘴多嘴 說要理他爛來歸爛來 心中還算有八尺 不至於會做到會被逐出師們的程度 剔開性格論武 他是天之優異的習武苗子論文 他文采綜橫 更是寫的一首足以匹配咱們非白派的好字 我身後這幅非白莫堡變成他的手筆 可惜啊 可惜腸痛的右十經歷 遭就我口中這批白眼狼 否則今十經歷的他 或許已是金房有名的少年狀元 被父母賣掉寶獸虐待後 丟到街上自身之面 東洋村 我們之前在 在東洋村也有一個父母 把他賣掉 好像是那個弟弟的哥哥 illeg樣子 阿對嘛 你耗材嘛 確實在東洋村我看過練中院 大眼鏡旁邊瀑布 能掉了 只是找東西 都問過了 好 原來印重院就是李浩彩的其中一個兒子喔 所以他一定是在飛白派的時候才加入模擬教的啊 水池不是旁邊嗎 這麼簡單的東西 分為全地址還找不到 我已經找到了是不是 傻眼 他房間有個水車很好認 在哪裡啊 他家找尋 中上方木橋旁邊 中上方木橋旁邊 應該右邊就是 右邊的地圖 這邊有道具 應該是這裡 東陽村李浩彩座 也是你饅頭大哥 好 在哪裡啊 故鄉被改成了明尊 低頭想教主 從前可以看見明月的地方 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遠月神功 這也太爛了吧 多自戀啊 遠月神功 遠月神功 所以我已經學會了嗎 好 大成後內力恢復大幅提升 內力不提升 這在講什麼 大成後內力恢復大幅提升 內力不提升 就是這個內力不提升 那先不要練 很多都沒練耶我 好啦先這樣 其實也不用全練啦 說實話 點數夠再練就好了 這邊有助人嗎 這邊還有一個小村子 是蠻 特別的 喔這隔壁是小村啦 好我們先回 回去找 飛白派掌門吧 嗯 好 東西找到了 白魔又得你一個恩惠 多謝 嚴重了 找到這小玩意也不夠舉手之勞 怎麼算恩惠 對 世大如今也沒見 終焉回來給的說法 既然他選擇恩斷義絕 我看 未必留著這東西 神的毒物是人 獨生感傷 罷了這口笛就交給你 所以你處理吧 別嫌我開心了 總之這隻口笛 賺錢托付給你 那麼是還有機會地獄 用你中原 天氣排莫 我歸原主 一陣八九岩花出現 然後也到了吃別的時候 然後 附近證明文章 好 所以我們先去東洋村吧 那去玩東洋村 就差不多 自己結束了 最近玩遊戲都 要破關都要花好長一段時間 大家就是 那個收看的 觀看人數越來越低啦 沒辦法啊 我也想趕快錄啊 太多事情了 東洋村 我們先去東洋村 等一下他就去八法門 然後我們就可以學那個 常魔劍法 常魔劍法 原來念中原是李浩才的 哇 那我覺得 其實地面其運的支線 跟主線都 都做得蠻有關聯的 欸 那個算 那個 李浩才算是支線嗎 好像也不算齁 李浩才在哪裡 欸 怎麼還有東西 李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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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藥 喔 這是他喔 李浩才 你對這東西有印象嗎 這啥啊 能賣錢嗎 給你一個提示 你看看上面刻了什麼 你 你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你把我兒子怎麼了 我可不可以把你兒子怎麼了 是你硬把你兒子怎麼了 這是你做的口笛吧 你當年二話不說賣你兒子 虧你兒子還把他天天待在身上 你良心不會痛嗎 是 是我賣的兒子 但又怎樣 我 我是趁這個機會 那要去見見市面 我還有錯了 天下哪有這種 讓孩子見市面的方法 要是有錢 讓他上私塾 我還罵了他做啥 自從這小子出生 我就開始走沒 我是當時 滿天假期 這早上婆給他娘接生 我會丟那次 和老鄉合夥做大生意的好司機嗎 保養他幾年就不錯了 還上私塾 何況他沒讀書 就敢瞧不起他爹 算了私塾 學了一點 知乎哲也 豈不是要上天了 哼 我可還記得 他刻意寫了一篇文章 諷刺我 他那篇文章 寫了多長 結果都看不起我 這全村人都看他寫得好 我心情那個複雜 雖然生氣 但他做小子生來 替我真夠命值的 也就這一次 那幾天村人 見了他 見了他就叫賞創圓 見了我就喊怨外野 我這輩子走起路難 腰桿子還沒那麼直過 那你還把他賣了 哈 我還甚至想看看 那上頭怎麼寫你的 肯定是天下第一的好爹爹吧 可惜我不知道 把那文章說到哪去 要不然你想瞧瞧 倒也無所耶 那文章你還留著 記得我當初把那文章說在家裡 但後來就找不到了 你那破壞屋 是有多少能藏東西 走走走 我去幫你找出來 李耀才 你要記得搜集文章 當時發生過什麼事吧 我當時在這時候 說這樣子吧 直到一半 小張帶了些人 朝朝那道跑進我家來 他們一進就 恭喜老爺賀喜婦人 我還當我老婆友人 瞬間心理力 都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才好 後來 他們才說 小子寫了一篇極好的文章 小張乘著經路仰伴子 順手拿給書院的先生 瞧兩眼 沒想到 那先曾經誇我兒子是蓋世奇才 我真高興 一把他手上文章搶過來看 不看還好 一看簡直有雷哄的 沒想到 那上頭蠻值得對他爹的諷刺 我當時怒火攻心 卻不好發作 只和小張閒彈蛋的機具 就送走他們 他們走後 本想直接將那篇文章吃的 但轉念一想 放在他們一言無語 竟是誇我兒子優秀 這可算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刻 我越想越驕傲 一刻把文章收得起來 沒想到一甩手 竟然說到哪 此後 就在沒見到那篇文章 殺回 客人前上 剛走後 就收起文章 看來李浩才 的確是把文章收到這屋子裡 但也絕了 這屋子 家徒勢必的 怎麼有可能的東西 長上十多年 總之 先輸出方方吧 好 OK 好 我們找找看吧 箱子比較有可能吧 枕頭 桌子 沒了 還有嗎 欸 還有嗎 小桌枕頭木箱木材堆 及上方牆壁磚頭 上方牆壁磚頭 喔 在這裡喔 等等 住手 怎麼 反應這麼大 這雙頭木箱才有什麼秘密 我來瞧瞧這後面 到底藏的是什麼寶貝 賣生器 你又幫忙頭的紙 來立你兒子的賣生器 喂喂喂 這價錢你這雞都買不起 就這點錢你賣了個人 我就只欠他那點賭債 誰知道啊 帶著一家巴西拉撒探戶 就願意拿我兒子換 我讓那個膽子 逃價還價 這點錢你手也沒有 隨手還了不就好了 我的九千不吃錢啊 拿了九千還了賺 倒是拿拿來的酒喝 這賣生器沒用了 我替你撕了吧 別鬧 我還拿著賣生器熟人啊 沒商量你已經死了 熟人 真想熟人會等到現在嗎 我聽你說說心裡話 你根本沒打上去熟 非但沒熟你大兒子 還連小兒子也賣了 臭的你幹什麼 開心點吧 反正他們聊你現在 也不需要你熟了 以後你該怎麼過就怎麼過 別太愧疚 悶出病情就不太好了 不對 我就把這個屋子翻了天了 竟然找不到一紙文章 你後才真的不是把那個文章拿去當柴燒了嗎 再問問他吧 雖然是不想讀第二次 但留著這篇文章至少拿得出手更能炫耀炫耀 那要做什麼 啊我想到了 結果老婆不知道要拿來弄哪一鍋燉雞 屍體 噴在椅子底下了 沒想到那篇文章真點在椅子底下 我的爹爹 嗯 在我看來他根本就寫了 前唁下最好的爹啊 這是反諷反諷 我是個怎樣的人自己還不清楚 這文章上寫的哪一點是真的 反諷法誇 分別是看不起我 妄想著別人當阿弟 你倒是挺有自私私民的嘛 可惜有件事你不知道 你親手做了這口笛 你兒子一直都隨身攜帶著 他並沒有忘記你這個父親 他之所以會寫那篇文章 肯定是希望你變得更好的人 現在說這些又有什麼用 我就是這副死樣子 永遠也改不了 反正兒子跟著我身邊沒啥好事 只會吃苦 我也不求什麼 只要他以了我遠遠的 過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可惜你的兒子因此墮落 注重為孽 幫助魔女教危害天下 這責任寧可跑不了 雖然想這麼說 但家家有那麼 原本難念眼睛 多說我意還是算了吧 好吧 那這集到這邊結束了 好啦那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主上方的圖片 按一下訂閱 右下角的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 你就能收到通知哦 謝謝大家 熱情的收看 拜拜